但是我只是希望我姐 可以幫姐夫買個護腰 他真的用力過度 對啊 是姐夫的腰怎麼了嗎 可是你們不要誤會 因為他以前還可以 憑自己的雙腿走到廁所 上個廁所 然後他現在都會說 歐巴 好像他自己動不了 然後那個歐巴就這樣彎腰 然後把他這樣抱起來 然後帶他去各個地方 金鐘的衣服 現在是已經都找好 搶好了嗎 還是不需要搶 上次金鐘講的有什麼系列 然後之後不是有一大堆藝人 都穿就是類似的那種 那個什麼 死亡粉紅的那個衣服 只有你駕馭的沒有 對 我正在等你們說這句話 就是我是第一次 第一次 S很可愛 還是很可愛 他說小意思一定得罪我 可是我真的不知道 我哪裡得罪他 還是說就是我沉寂一段時間 然後一出來 結果沒想到 新節目收視率越好 然後另外一個節目 還入圍金鐘獎 就是等等的一切 他就是看得很不爽 是不是因為這個原因 然後又 四十四歲還長這麼漂亮 然後又接到一大堆代言 是因為這樣的嗎 津姐 我不知道是哪一點的 我不知道你 我會邀請 到時候會邀請 但是我想 小意思會這樣嗎 因為小S這次有助理 是因為我 因為我 因為那時候 他們有說動身早 比較懷疑是小S一個節目 是不是 我覺得可能是因為 因為她的助理想要巴結她 所以是說法 因為妳也知道身為她的助理 應該是要戰戰兢兢的 所以妳對菁姐有什麼話說嗎 我覺得菁姐就是 我非常非常歡迎妳回來 而且我很期待妳的新節目 到底有多好看 每年真的可以入圍金鐘嗎 今年 好 為了妳 我一定要拿到金鐘獎 我一定要拿到金鐘獎 她想要邀姐夫去上她的節目 但是她有點擔心妳擋姐夫 去上她的節目 自己一定要擋的啊 因為如果姐夫要上節目 怎麼可能就會先上她的 當然是先上我的啊 所以姐夫到底妳們要上嗎 這次入圍的CD想聊 可能會提到做第二季 然後我已經問過了姐夫 全部妳可不可以騙妳來 她說當然 我已經擋妳了 就是我對我的姐夫做任何邀請 她都會說OK 沒問題 但是我只是希望我姐可以幫姐夫 買個復邀 她真的用力過多嗎 不是你們不要誤會 是因為我姐姐常常就是 很喜歡躺在床上就是看劇啊 或是躺在床上什麼什麼 吃飯嘛 然後因為現在有了那個 姐夫的層次她就會撒嬌 因為她以前還可以平自己的雙腿 走到廁所上個廁所 然後她現在都會說歐巴 好像她自己動不了 然後那個歐巴就要這樣彎腰 然後把她這樣抱起來 然後帶她去各個地方 所以上廁所也是 姐夫公主抱過去之類的 這麼浪漫 很多地方都是姐夫公主抱 我還會被罵 我也覺得 我害怕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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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